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我还看到后面有一位外国的帅哥 然后我看他挺厉害的 挺帅的 想一会儿让他教我两招 嗨 这是我刚认识的国外朋友 他叫Paris 他是一个滑满高手 然后现在我打算让他教我两招 然后你帮我拍一下啊 这个视频拍视频很稳的 来 手机很强大 可以让我们随意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画面可以被记录下来 你只要用心感受 沉淀 就能收获感动 好了 现在我已经把手机固定在我们滑满里边了 然后之后再一起体验一下第一视频 这块板是我在拍滑滚的时候 然后就在系里面那个滑板店 就挑了这么一块板 是我自己组装的 挑的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然后我看到他原来的这个板面是很红色的 我就贴了透明的纱纸 我觉得特别好看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骚 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网友都说 我的腹肌他们想问我是怎么练出来的 其实我是从小就有的 因为我是偏瘦的人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腹肌的 要控制你的摄入的热量 然后让你的体脂降低 腹肌就会显现出来 这部手机上就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功能 它可以测试不同食物的卡路 我们来试一下 好 记录当下每一个瞬间和片段 用自己的方式 夜晚也不会限制你的创作 只要你能留意到生活里的一些细节 记录生活 不仅仅能丰富我们的情感 也能让我们发现更多 这个世界还有更多 不等着我们发现 这次的Vlog就先拍到这里了 跟我一起用华为NOVA5系列一起拍摄Vlog吧